5、4、3、2、1 市府和体育会共同举办的 基隆市运动爱台湾2.0剑走活动 由基隆市市长谢国梁 西同体育会理事长郑锦舟 新医区区长吴小慧 市议员韩世玉 体育会新医区总干事赖佩奇 成功国中校长张志明 为新医区社区全民剑走 暨身心障碍剑走活动名枪 市民朋友一同出发 每个礼拜最开心的事就是来跟大家 礼拜六早上剑走加上运动 我看大家今天虽然我一点毛毛雨 但是人人非常的这个兴高采烈 一起来运动 我们在体育方面跟郑锦舟理事长 配合非常的密切 未来我们会侦办更多的体育班 也与更多的体育比赋 在各项运动 我们都会做好来跟大家全力配合的动作 我们今天第三站的新医区建筑 我们从这个地方走到我们大火 走到我们二到八金热杯 然后转回来 因为今天有一点的小雨也好 也不会那么热 上个礼拜在中单月的时候 气温很高 水花了一百多三还不够 所以希望大家都出来走一走 重大奖身体会健康 下雨天入华群 我们所有的基隆市市民 大家小心 也祝大家健康健走重大奖 谢谢 活动开始前就下起了雨 但雨水灭不了 市民参与健走活动的热情 下雨天还是可以运动 凉爽的天气 更适合户外健走 还有许多团体为这次健走活动 带来精彩的表演 让现场气氛活力充沛 以及我们长青运动委员会 要表演的是真的不容易 因为我们长青运动委员会 里面我们的平均年龄 都超过65岁以上 甚至有一位高达80岁 70几岁的都有 所以我们真的很不容易 把这一首歌练起来 来献给大家今天的 新医区体育会的健走 我们带的是基隆市生育伤害团体 我们身后是基隆山工的生育特教班的学生 他们很热爱活动 然后几乎目前有三场 生育伤害的践行 他们都来参加 然后也欢迎整个基隆市 生育伤害朋友 一起出来活力健康健走 谢谢 这次健走活动上百位基隆市民参与 其中包含不少长辈与学生 参与多次健走活动 为了健康大家一起走出户外 就是为了健康 因为我们有健康的身体 才有办法来参加健走活动 所以我们应该都要很开心才对 因为这个天气还算蛮好的 虽然有点雨 但是灭不掉大家的性质 还是喜欢健走 雨天涼涼的也可以走 走起来蛮舒服的 家里小孩子也没人顾嘛 带出来一起运动 对对对 也呼吁大家要一起出来健走 出来运动 虽然今天下雨比较可惜 对对今天下雨可能比较可惜 可是活动还是要照样举行 下雨还是可以运动啦 就是比较稍微注意一下 运动完记得把身体擦干 不要着凉 谢谢 带出来大家散散步 然后他才请健康身体 大家今天雨天 有没有加面小朋友的感情 没有一样带出来散步 对对对对 那平常会像他这种健走活动吗 会啊会啊会啊 小朋友喜欢运动吗 喜欢啊就假日健康这样子 比较不会在家无聊 即使下雨天民众热情不灭 心情不受天气影响 撑着伞一样热情参加 为了健康一同外出 雨中见走 享有不一样的浪漫气氛 记者丁克宇张志佳 基勇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